由花蓮縣星象社區交流協會營運的星象繪本館 在今年母親節恢復開館 在炎炎夏日下為了推廣親子閱讀 安排了每個月歡樂說故事親子讀書會 在故事媽媽共睹陪伴下 家長和孩子放鬆快樂 期待孩子在過程中學習聆聽、相互交流 並且盡情發揮創意 社團法人花蓮縣星象社區交流協會 在花蓮推動閱讀活動多年 長期在偏鄉國中小學帶領各項閱讀活動 而為在花蓮市的星象繪本館 今年因為疫情影響 直到母親節才恢復開館 8日上午的歡樂說故事時間 就由故事媽媽帶著小朋友從人世帽子開始 接著講述海盜的拼貼故事 我們這個繪本館在每一週 都有兩次的閱讀說故事的時間 那是在禮拜三的上午跟禮拜六的下午 禮拜三是早上10點、禮拜六是下午3點 那說故事之外我們還會有一些延伸活動 有時候故事媽媽會帶來很有趣的一些肢體 DIY或者是配合不同的節氣 他們也會推出不同的活動 我們說故事包括語言的部分 我們會有當然是我們的中文 偶爾會有閩南語 還有像今天大家看到的這個說英文的 甚至有爸爸會說韓文的 也會來跟我們用韓文分享 每個月的週三早上10點和週六下午3點半 都會有不同的故事媽媽們 帶來各自說學逗唱的精彩互動 用中文、英文甚至還有閩南語等方式辦讀 不只說故事還會有勞作等活動作搭配 期盼讓孩子在過程中 學習聆聽、互相交流、學習 並親情揮灑天馬行空的創意 記者長幫眼華人士報導